喜悦之道第八章明白新的智慧 在这个章节里我们要谈论的是有关爱的概念 以及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创造爱并传播 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吸引更多的爱来到你的生活 并透过接受爱也散播给你周围所有的人 我们来看到133页第一段 爱是宇宙的资粮 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分 儿童向着爱前进 他们在爱里茁壮成长 缺乏了爱就会死 爱是环绕着世界的一种能量 它存在于各处 在每一件事物里 你的生活中没有一处不涉及爱 甚至最黑暗的一个在其内也有爱的成分 对爱的需要 爱的欠缺 或创造更多爱的愿望 在这星球上 有这么多的精力适用在得到爱 然而在每一个文化里 却存在着许多关于爱的思想形式 使人很难体验到爱 谈到爱时 我想说说一般人对于爱所存的一些想法 人们对某式的想法 你们能以心电感应的方式得到 因此当你获得到爱时 你也是在对全世界 全宇宙广播它 连带着所有与爱相关的群体信念 在这个部分呢 可能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究竟什么样的感觉叫做爱呢 爱其实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感受 很多时刻 在非常小的一些情境里 一些情况里 甚至有可能我们在看电视剧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在剧情里面所流露出来的爱 但没有爱 我们没有办法生活 因为所有一切的一切 这是一个二元的世界 一切的组成都是因为爱的粒子而组成的 当然黑暗的产生 也是为了让我们去经验跟理解爱是什么 所以这边也提到了 就算是最黑暗的一刻 在它其内也是有爱的成分 在这边有一段我觉得很喜欢哦 它讲到 当有的时候我们感受爱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以心定感应的方式得到的 它不见得是以一个非常明确的言语 或者是行动 而是我就是能够感觉得到 能够感受到你所对我的那份爱意 那爱的形式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种形式的表达 例如 当一个人非常专注在于他自己的创作里 他所表达出来的也是爱 当当一个人非常投入于自己喜爱的事物时 那也是一份爱的表现 因此爱能够呈现在许多形式当中跟表达的方式 它不仅只有一种 在这边也提到 在最高层次上 爱表现出如同高速旅行的一种粒子 速度如此之快 以致它可以及时呈现在每个地方 而变成所有的一切 无所不在 你可将爱看成是把原子里的粒子 聚合在一起的一种重要的元素 它是种向地心引力或磁力的力量 但大数人尚未了解爱为一种力量 你们全都置于达到爱的更高形式 但你们许多人却都受困在对爱普遍的形式 思想形式中 在这段话里面 有提到 当我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那么我们渴望去将这件事情去达成去体验 那我们内在的这个渴望哦 也就是一种爱的感受的表达 那也就是我们内在对自己的爱是这么的强烈 以至于我们希望去达成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体验某一件事情 那我们让所有的事情开始粘着在一起 形成 那一种力量 其实也是爱 所以在这边有提到说 爱其实就是一个年聚的一个力量 在这边我也想要谈谈我个人的经验哦 我自己来到新加坡非常多年哦 那其实从教学开始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早期的学生可能只有两三位哦 然后其实对自己对教学也不是非常的擅长 所以就不断的累积经验 那到后来呢 其实在神圣火花这个中心呢 就开始举办了蛮多的活动 甚至还邀请一些老师来 那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突然间才领悟到哦 原来哦 我所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 就是这个教学的这个生涯跟 过程跟所有人的互动哦 全都是因为 因为我爱我自己 因为我渴望去体验 我渴望去感受 我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切 所以那一份体验 为了想要去体验的这一份爱 对自己的爱 而创造出所有与这么多的人相遇 连结 还有这么多人 接受到这么多人的协助 然后让每一件事情都完成 我那时候才理解到说 原来爱的力量是如此 也因为爱我自己 所以我愿意去创造 吸引这么多人来到我的生命中 那时候我就开始对爱这个概念 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所以他刚好也在这边提到了 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那接下来呢 他提到 他讲到障碍的部分 他说 想象一下 对于爱的吸收 你是否存在着一个障碍 就如光速有其上限 在地球的层面呢 有一个爱的极限 那是全人类所能达到的 爱的最高表现 但事实上 许多的爱 其实是更是可能的 而所有的伟大的师傅跟导师 都在成为一个媒介 将更多的爱带到地球上 而这种爱是什么感觉呢 你如何知道 你是否拥有过这种爱 那爱它是超越文字的思想 它是一个经验 一个认识 一个与他人 与地球 与最终极大 极大我 和灵魂的连结 在135页 大家有讲到 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追寻爱的时候 我们的个性也会 十分的猜疑 也会产生恐惧来干扰 那可能内在 我们渴望获得更多的爱 但是呢 我们却有 自我的一个人格上的限制 或者是当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 我们想要获得对方的爱 可是同时间 我们又怀疑 对方没有办法给予我们那份爱 那 他说 当你如果 想起了过去 在你努力获得爱 却不成功的时候 那么你就往前看 舍弃过去的模式 相信你有能力 比以前爱得更多 那么你就能够增加 你生活中的爱 而另外一种 获得更多爱的方式是 记起你坚强 有爱心 而充满光明的那些时刻 在136页 他又再讲了一下 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在关系里面 我们会把自己内在原有的那份恐惧呢 转移到对方的身上 怪他离开了我们 或者是说 因为你做了某些事情 所以我没有办法爱你 那么我们可能都以为说 这个是在 是别人的原因 但是其实是我们先创造了那个退缩 所以与其去怪别人呢 我们不如向内看 可以自己问自己 是不是因为我内在有个部分 在造成害怕的理由呢 有可能是因为你过去的某一个经验 所以你就觉得 别人是没办法被信任的 或者是告诉自己 我没有办法获得别人的爱 所以你可以尝试的 跟你自己的内在那个部分说话 向他保证 这种恐惧没有错 并展现给他看 你正朝着心而光明的未来前进 那在下一段里面呢 也讲到哦 如果你想到爱 你是如何的被爱 在宇宙间 有多少的爱 你的感觉会是多么的清幻和喜悦 那么你就会连接到 存在于他同样频率的所有人 也会强化你爱与被爱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内在有怀疑 跟恐惧 那么你的思想也会调整到 这个恐惧的层面上的所有人 那么就会扩大你的恐惧 因此不要花时间思索 为什么某事不成功 而要专注于如何使他成功 以及你能给每一个人 你的孩子 父母 朋友 以及那些你深爱而亲密的人 多少的爱 这段在讲什么 它就是在讲这个集体意识的部分 当你的内在 当你的着重点是放在爱的层面上的时候 那么你也同时间跟所有现在 所有存在于有爱的感觉的这些人 完全的连接 那么你就会扩大你对爱的感受 那如果你产生了怀疑 那么同时间呢 你也跟现在所有可能现在 这个集体意识层面的所有人 现在正有恐惧的感觉的人连接 那么它就会扩大你恐惧的感觉 所以与其把你的专注点放在问题 不如去看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 或者怎么样才能够表达更多的爱 所以它的重点是在于 我们的思想层面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那在137L的第二段它讲到 从更高境界来的爱是绝对的慈悲与完全的超然 它是着眼与神们更搭的画面 不是将焦点放在你想要从他们身上获得什么 而是放在如何协助他们绽放和成长上 爱是专注于你能如何为人们服务 而且在做这样的时候呢 你如何能帮助自己的成长和更高的目的 爱开启了你自己的成长和活力之门 你卷证过身在爱中是如何扩展了你的活力 不论你爱的是哪一个人 一个小孩 父母或朋友 对我而言 来到这里帮助人我所得到的喜悦是 看见那些听到我讯息的人得到成长 并且更爱他们自己 那个能量回到我这儿 而且放大了许多倍 因此接下去在我传播爱的工作上 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这里谈到爱 更高境界的爱是慈悲跟超然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常常听一句话 对他人充满慈悲 那后来在教学的道路上 我也渐渐地领悟到什么叫做慈悲 慈悲在另一个层面上是允许每一个人 去经验他所要去经验的 去接纳现在的他 去允许他去成为他自己 所以在爱一个人的时候 对他是没有所求的 是允许他去成为他自己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不试着去操控他 或者是叫他做什么 要求他 而是去看着 他透过他的生命的模式 他最终可能想要去体验的事物 将他放在他自己人生当中 更大的画面跟愿景上面 那么同时也将自己的角色 放在我如何协助他去成长 而不是去干涉他 或者是希望他成为你心目中的 那样的一个人 特别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层面 所以爱是绝对的 慈悲与完全的超然 也就是在态度上 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而不过度的干涉 那138页讲到体验爱的一个方法 就是感谢自己 感谢别人 也花一点时间欣赏 你看见的每一个人 并送给他们一种爱的感觉 这将会改变你的生活 并快速提升你的振动频率 将自己托付给爱的理念 会将爱带来给你 你不必掉入人格个性层面 而对自己说 这个情形会不会持久 会成功吗 而只要现在问自己 我如何在这关系中加深那个爱 爱的运作是在当下 借着在此刻专注于爱 你能够把爱送往未来 也能释出给过去 如果你存在于一种爱的感觉 如果你能够在你做的每一件事里 发现爱 借由你的言语 你的眼神和感受传送它 你就能以一个爱的行为 抵消上千个较低本质的行为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 我常常都会看到一个 可能比我年轻一点的中年男子 然后他在咖啡店里面 咖啡店的工作 但是呢 他总是都带着笑容 那他的工作很简单 可能就是把桌面清理干净啦 然后收拾碗盘 然后把桌椅都排好 但是我总是可以透过 他在做他的工作里面 所散发出来的那份爱 跟喜悦深深的感动 那会让我觉得 即使是做一份这么简单的工作 但我仍然可以感受到 他对这份工作 跟人们所散发出来的爱 所以让我很佩服 也非常的尊敬 即使他的工作是这么的简单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他内在所散发出来的那份爱 对所有人 还有服务 所以这边讲到说 如果你能够在每一件事情里面 你做都充满着爱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那在139页 也邀请你去想一想 想出三个能够受用你无条件的人 将爱送给他们 也想一想三个愿意由你愿意由他们那儿收到五条件的人 敞开自己去接受他 你能不能想象 如果你的心是敞开开放的 不论你到哪儿 你都信赖人 知道宇宙是友善的 你会感觉怎么样呢 如果你相信你的内在的指引是温和仁慈的 不论你走到哪儿 人们都在送给你爱 而你对每一个人也都放出一束爱的光 你的生活会如何顺畅 如果不论何时跟人某人跟你说什么 不管事情以什么样方式呈现出来 你都能够在其背后认出爱或对爱的需求 你的生活会如何改变 你将会经常的看得更深 去认识和感激在每一个人之内的爱 藉由认出爱 你将会吸引出人们的爱 也将它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我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我也以前做过这样的练习 就是走出去的时候就传送一份爱 然后感觉到送给认识 路上看到的每一个人一份祝福 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刚好在台湾的路上走 然后路边就有一个乞丐 就是他的身上 就是没有那么的干净 然后在旁边乞讨 但我当下的感觉就是 我一样想要送出那份爱给他 然后我也同时间观想他的心是充满着金色之光 去认出他内在的一个神圣的本质跟佛性 那当我传送出去的时候 回来的能量其实有点吓到我 就好像有东西把我往后弹一样 然后那种感觉很奇妙 好像就是 或许在他的内在里面 可能不是很看重他自己 但是当我透过我自己的内在传送那份爱给他的之后 并认可他内在的一个神圣本质 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光芒在绽放 你可以感觉到 那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印象非常非常地深刻 因为那个能量会散发出来 并好像把我往后退了 让我往后退了一样 那其实越来越能够在生活当中 感受到一些小小的帮忙 就可以让我感动到流泪 就有的时候就去外面 可能服务神非常的亲切 提供帮助 或者是那个人对你微笑等等之类的 常常都会让我蛮感动的 然后都很不自觉的就感动到掉泪 因为越来越能够感受到 当人是用爱来对待你的时候 的那一果爱的能量 在我们之间的流动 虽然它很简单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 爱的能量流动的一个过程 以前的我 因为很早就到 就是出来自己生活 所以其实在某层面上是蛮自我的 是不太能够去提 就是能够体谅别人 或者是了解别人对我的好 那后来 渐渐的开始走向身心灵的部分之后 才越来越能够体悟到 每一个人的善意的背后的那股爱 是怎么样流动的 因此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练习 走到外面时 碰到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传送一份爱给他 那么当你传送越多时 你就会发现 你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也将那份爱传送给你 好 那这个章节 明白新的智慧 就到这里 祝福各位